剧情大反转 北约到底是不是敌人 在塞尔维亚眼中沉迷 塞尔维亚跟北约缴合到一起 武切齐帮北约开脱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淑君 欢迎收看严淑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剧情大反转 塞尔维亚跟北约缴合到一起 武切齐帮北约开脱 谁都没想到科索沃的局势的剧情发展 会迎来这样的大反转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塞尔维亚便中断了与北约的白金狼演习 结果科索沃紧张局势还没过去 在塞尔维亚全军进入战备状态 外界都在观望会不会出兵科索沃地区的时候 塞尔维亚却跟北约缴合到了一起 重新恢复了与北约的白金狼演习 科索沃局势紧张 北约惩罚挑事者科索沃当局 将科索沃军队踢出了联合演习 结果这件事才过去一个礼拜 塞尔维亚转身就跟北约搞起了演习 而且塞尔维亚方面还表示 塞尔维亚仍然不会与外国伙伴有军事活动 暂停令还是有效的 这次跟北约的军事演习是例外 这不得不让人大跌眼镜 北约到底是不是塞尔维亚的敌人 现在在塞尔维亚眼中已经沉迷了 北约曾轰炸过南斯拉夫联盟之后 每次在盗难仪式上 武切齐都将北约视为和平的破坏者 称其打着各种幌子想要毁灭一个国家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武切齐不仅反对制裁俄罗斯 还指出了俄乌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 就是北约东扩导致的 可是就在俄乌冲突持续升级 科索沃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还有北约部队参与其中的情况下 塞尔维亚居然跑去跟北约搞起了演习 还说这就是例外 难道塞尔维亚就那么轻易原谅了北约 甚至在科索沃北部地区的抗议冲突中 武切齐还帮北约开脱 说挑起冲突的不是北约 是科索沃警察在背后制造了这一切 并且只展示北约军人受伤的照片 想要激化塞尔维亚和北约的矛盾 或许真相是如此 但是科索沃局势紧张的根源 可一直都在北约身上 这一点塞尔维亚也一直都是清楚的 所以塞尔维亚表现出这样的态度 不得不让人警惕了 尤其是俄罗斯 就塞尔维亚的态度来看 显然是选择淡化于北约的矛盾 想要进一步融入西方世界 而且美国还给出了明示 塞尔维亚融入欧洲大西洋安全架构 与北约的伙伴关系越深 那么塞尔维亚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的时间就越快 尽管塞尔维亚还在强调会保持军事中立 也会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 不会去支持任何一方 但是在北约密集演习 并明确指向俄罗斯的情况下 塞尔维亚直接恢复了与北约的军事演习 即便俄罗斯很清楚塞尔维亚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 但也在密切关注塞尔维亚与北约的演习 关注塞尔维亚的立场变化 更何况塞尔维亚还不止一次强调 可能随时都会因为扛不住来自西方的压力 选择对俄罗斯发起制裁 甚至声称不会支持任何一方的塞尔维亚 也不止一次传出武器经由第三方国家出现在乌克兰的手上 谁也不清楚塞尔维亚为了融入西方世界 究竟会做到什么程度 甚至最后会不会彻底忘了仇恨 直接成为北约的一份子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